接下來的呢 這個跟高度有關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會有聚高症 你有嗎 誠誠哥 當然有 而且年紀越大 越害怕 膽子越小不知道為什麼 對 這是與生俱來沒有辦法 就是有些人就是怕高 我們都是 但是今天不得了了 有人偏偏就很愛享受這種 居高臨下的刺激感 尤其還把這種距離 把這種高度 變成能夠引人入勝 聚人焦距的 非常可怕的特技 真的假的 真有這種人 來看一下精采的 VCR 史上最強推薦 今天推薦人 竟然是台灣唯一幾位 入選太陽馬戲團的 頂級表演者張憶君 從他口中會推出誰呢 梅子是我從太陽劇團 回台灣近兩年以來 他是一個在空中 展現人體無限可能 以及極致美感的 一位表演藝術家 所以我覺得他在台灣裡面 我覺得算是空中 任何一種 Tissue也好 Aerial hook也好 算是台灣的翹楚 那我個人超級超級推薦 以及影劍 梅子 讓大家來觀賞他的演出 人類對高空的恐懼 你有過在高處上 往下看時心裡會噗通噗通 甚至腳軟的情況嗎 在高空工作的勇者 然而現今的社會 高樓建築林立 因此在高樓建築物外牆 進行高空作業相當普遍 如從事大樓外牆清洗 大樓外觀檢修 建築物檢查等工作 高空工作通常採取 高空繩索的作業方式 所以工作者所面臨的風險 相當高 但高空也是最具挑戰性 和變化性的表演 也成為家喻戶曉的 太陽馬戲團招牌表演之一 甚至連天后蔡依林 也都在演唱會上 挑戰高空表演 今天製作單位 隨著推薦人的推薦之下 找到這位小小年紀 就演出超過三百場的 超強高空表演者 就是她 美芷玲 她就是超強高空表演者 我要用我的高空特技 讓全世界看見台灣 從高中開始才接觸 危險性極高的高空特技 但已經是全台最優秀的 高空特技表演者 到底是什麼樣的高空特技 看她這麼有信心 以及這麼辛苦的拉筋過程 究竟是經歷 怎麼樣的努力而換來的呢 其實有時候 我還滿羨慕外面的女生 他們總是可以在放學之後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然後跟同學逛街啊 吃飯 但相對於我卻拿這些時間練習 只為了讓我的表演 能夠更完美 跟無後顧只有 我常常練習 然後都沒有回家 所以其實因為表演 會減少很多陪伴家人的時間 印象最深的課是 有一次 練習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 大概兩三個禮拜都沒有回家 然後突然在最後一天的時候 我被通知家裡 學校通知我家裡 發生了一些事情 然後是我母親出車過 但我因為沒有第一時間在家裡 所以我就沒有見到她這裡 為了成為最強的高空特技者 而未見到母親最後一面的芷琳 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精采演出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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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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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太感動了 梅子玲 這裡請 這位呢 被譽為台灣的高空特技界裡面 最接近太陽馬戲團的水平高度的人 而且她 她 年紀輕輕 她高空的表演經歷 已經超過300場 年紀輕輕 請問有25歲吧 貓妹問一下 我現在 因為妳要講年紀輕輕 要多輕 現在觀眾時事時 我知道她很年輕 我看她就知道很年輕 可是我認為223 所以妳才20歲 剛滿 20歲 如果她 其實她如果不是這種個子的話 也很難在那環裡面鑽來鑽去 對不對 真的很嬌小 妳起碼高她大概 沒有 妳脫掉大概高一點點 我158而已 我比妳高5公分 但是妳知道嗎 多那5公分 多那5公分 妳都很難在那環裡面鑽來鑽去 我根本沒辦法 她那個柔軟度太厲害了 她不只柔軟 還在個小 妳小小的年紀 為什麼都喜歡在上面跑來跑去呢 妳知道 妳知道上面 妳最高到多高去表演過 對 剛忘了講 她還參與將會演唱會的 高空表演教學指導 當時是多高 他們就是一直把她升到最高 我想聽楊誠霖講過 好像有10幾樓 10樓有吧 很像有10樓左右 有 好棒喔 妳從什麼都開始 什麼樣的機緣接觸到高空特技 我是先在聚校然後練習特技 聚校啦難怪 我到高中的時候才開始接觸高空特技 我是先學稠調 稠 就是有一個短子的 兩條短子 而且那整個這樣子 這樣兩手 這個感覺也很難 對 稠調也很難 而且在觀眾頭上面繞的 對 可是妳本身有沒有聚高 我沒有 我很喜歡高度 我本來就喜歡 可是她這個 她這個都沒有任何的安全的東西 保護她 剛才我就是很擔心這一個 妳想想看 她一開始前面做那麼多動作 腳趾要抽筋怎麼辦 或是手突然間漏掉 然後下面有沒有保護措施 我們這裡一點什麼彈力的 彈簧檢證的那種東西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 妳有沒有忽然在高空不舒服 或有些動作妳覺得 妳卡住了 妳完成不了那怎麼辦 好 劉甄 這個問題我就再上一樓 因為剛好裡面有這一題 妳有沒有生死一瞬間過 沒有 我只有受過比較嚴重的傷 就是 練習稠掉的時候有 摩擦 摩擦力 摩擦力太大 沒有抓緊 結果手鬆了 我是從最高的地方直接滑到地面 是 綁身妳轉下來對不對 不是 我那個高度是極速往下 我都穿安全褲 它就是整個摩托 我大腿 大腿那一側 整個全部都是燒傷 天啊 那很危險 妳在復原的時候 妳腿都沒辦法閉起來 對啊 我洗澡的時候 都是講抬腿洗的 哇 妳會抬腿 天天朝天 這個300多場的表演 她的家人那個心裡面多煎熬 對啊 我家人第一次來看的時候 就是他們都會哭 那我想問 妳的家人沒有阻止妳 叫妳放棄嗎 玩呼拉圈就好了嘛 一樣是圈啊 同樣是環嘛 對啊 因為我家人 我哥哥也是練特技的 所以就其實 就因為知道要有一定的安全 我才會上 要不然他們其實 還是會擔心我表演的時候 妳覺得這個行業是妳做一輩子的行業 可能不行 因為其實我腰有一點開始老化了 妳才20歲 沒有 因為其實 妳柔軟成這樣還老化 就是冬天的時候會有一點就是 運動傷害 腰會痠痛 多度使用 是不是 所以妳其實腰有受傷過嗎 有 我去醫院照常常受傷 去照X光的時候都是X型的 因為我的腰已經變形了 已經壓迫 就是那個 脊椎變形了 天啊 真是太辛苦了 練特技練到脊椎都變形了 不過接下來 觀眾們即將看到電視史上 藝人最大尺度的挑戰 那都和LuLu要挑戰高空調環啦 好 往上提升一點 來 環 往上提高 好 準備 好 預備 好 準備 好 開始 她在發抖了 妳的腰力 腰 腳上來啊 腳往上來 好...好難過喔 這個畫面 不要哭了啦 氣魂的小孩 妳是不是出來復健的啊 我又上不去 那都啊 我們才覺得怎麼會這樣吧 看你掉在那邊 蹲啊 蹲啊 頓時讓我們覺得 是不是來到動物園啦 再來看看LuLu的表現如何吧 LuLu加油 你再示範 慢慢的慢動作教LuLu一次 然後一隻腳上 一隻腳 LuLu小心喔 一隻腳上 跟我一樣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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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過去 手要抓緊 用力 腰也上去 腰 倒上去 快點 YA 你完成了 往上伸 往上伸 來 再伸 再伸 太高了啦 再伸 來 再伸 臉部變形啦 他臉好長 因為我走這邊不好拍 你知道 你先幫我轉過來 小辣 抓過去 太高了啦 好啦 錄影告一段落啦 我們先離開啦 我看到他的扁條線了 好了啦... 現在也不過才兩樓高啊 三樓了啦 快三樓... 可以了啦 現在感覺怎麼樣 大聲一點 你看 空氣很稀薄是不是 好 來 放它下來 好啦 可以 很棒 他真的 來 掌聲 很厲害 這樣好像仙女 好美喔 好美喔 才會不會變仙女了 什麼感覺 怎麼了 現在怎樣 肚子 肚子很痛是不是 什麼感覺 好可怕喔 我覺得上面 而且他那個肢體很少 我就只是用手去固定 你知道 就是你那個手 你如果手突然中筋 就是落賽了 我們要在這兒給LULU掌聲鼓勵鼓勵 雖然在上面有露出 一點點驚恐的表情 但是勇氣已經是在場無人能擊了 又到了鑑定時刻 感謝美芷霖帶給我們 這麼精采的高空特技表演 究竟最強鑑定團 會讓他通過這次的最強鑑定 成為全台最強的 高空特技表演者嗎 好 通過了沒有 請決定 今天 今天 子玲 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肯定 成為今天的最強大國民呢 恭喜一致過關 全數好棒 謝謝 太棒了 來 請一位來下結論一下 來 這個劉真老師 我覺得真的是太厲害了 這麼小的年紀你才20歲 你的表演就有這種成熟度 而且動作跟動作轉換之間 你一點都不緊張 非常的大氣跟從容 所以我覺得評審大家都一致通過 對 很棒 大氣而從容 對 大氣而從容 我喜歡這個形容詞 好棒 非常好 好 希望妳繼續努力 好不好 那現在呢就請這個沈玉琳老師 來 好不好 順來頒棒我們的金牌認證通過 恭喜我們的高空特技佼佼者 梅子玲獲得我們最強大國民的 最強認證 之後還要靠妳替我們台灣出國爭光喔